近日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 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被称为海南省的全面禁塑令 为何要禁 怎么禁 禁塑之后用什么来替代 我们来看报道 据海南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介绍 去年中央12号文件就明确提出 要全面禁止在海南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和塑料餐具 为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这一决策部署 也为了确保海南生态环境只能更好 不能变差 海南省研究制定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海南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标志性举措之一 此次海南的全面禁塑令最大的亮点就在禁这个字上 怎么禁塑呢 海南省也给出了时间表 根据方案 海南省将在2019年底前建立健全 全省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地方性法规 及标准体系 完善监管和执法体系 形成替代产品供给能力 2020年底前 全省范围内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 塑料餐具 2025年底前 全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列入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名录式行的塑料制品 同时 海南还将强化市场监督执法闭环管理 严格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准入和监管 针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生产及流通环节的企业和商户 开展执法巡查 将违规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企业 个人相关违法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对列入黑名单的即时上报国家平台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合惩戒 全面禁止之后用什么产品来替代呢 相关人士介绍 海南将建立全生物降解塑料产品认证制度 符合尽速要求的产品才能上市销售使用 目前 全生物降解塑料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 材料基本可实现国产 扩产速度也比较快 能够满足海南省尽速以后的替代需求 海南正鼓励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企业来海南投资 海南本省生产塑料制品的企业 也将向生产全生物降解产品的方向转型 照看